那今年的国庆庆典呢 即将登场了 两万七千人会齐聚在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 一起欢庆我国独立五十九周年 我们现在呢就回到国庆庆典的现场 由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场内的情况 一华 是的 主播 现在距离国庆庆典 还要多一个多小时 因为呢 入口处大概在三点多的时候 就已经开放让观众入场 也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的座位已经被填满 所有观众都提前到场 感受这个非常热闹欢腾的国庆日的这个气氛 让我也提前在大概两点多的时候就到场 来了解工作人员和表演者一些准备的情况 那今年呢 共有超过三千名表演者 到场是自2019年以来最多的一次 在我身旁的呢 就是表演者之一 蔡培君你好 嗨 你好 我了解这是培君第九次参与国庆庆典的演出 是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如何 接下来又会带给大家什么惊喜呢 现在的感受是有一点小紧张 可是也是很兴奋 可以在这个大舞台表演 然后今天会呈现的表演 我现在穿的是Chapter 4会表演的服装 然后那个表演项目会比较复古 跟带一点那个经典的歌曲 所以对 就是大家要期待看一下 是的 听起来真的非常让人期待 那作为舞者是否可以现场小秀一番 让观众提前感受一下 稍后你所会带来的表演 请 谢谢培君 摆满之中的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希望你接下来的表演可以一切顺利圆满成功 谢谢你 谢谢 那随着国庆庆典即将登场 如你所见的观众 其实的人数是越来越多 大家当然也都精心挑选了 他们想穿红白色服装 提前来一起欢庆我们59岁的 这个生日 那接下来呢 在入场前 其实大家都要经过蛮严格的一个案件 再把镜头交给人在保安检查站的庆林 了解今年的保安程序有哪些庆林